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八月二十五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节目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选择订阅华尔街电视频道接受通知 这样就可以在节目发布的第一时间获得提醒了 今天首先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美国媒体Politico 或者叫做政治家的最新报道 川普政府的两位官员表示 美国正在权衡是否将中国对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残酷镇压 正式贴上种族灭绝的标签 活动人士和立法者最近几个月一直在考虑种族灭绝这样的称谓 美国政府现在还在酝酿中 有可能进一步损害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已经严重破裂的关系 这样的考虑发生在总统竞选的白热期 在这场竞选中 两方就哪位候选人对中国更加强硬而打成一片 拜登的发言人指出 这位前副总统支持这个标签 而这个因素可能影响了川普总统本人的考虑 根据匿名的消息来源向政治家透露 政府内部的讨论仍然处于早期阶段 涉及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 还有国土安全部的工作级官员 如果没有足够的共识来使用种族灭绝一词 政府可能会转而指责中国领导人的其他暴行 比如反人类罪或者是种族清洗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 指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新疆开办集中营 新疆是一个拥有数百万维吾尔族人的西北省份 联合国人权小组的一位成员 在二零一八年曾经说 中国已经把维吾尔族人的自治区 变成了类似大规模拘留营的地方 在那里人们在没有指控的情况下就可以被关押 几乎没有办法获得法律代表 据信有一百多万维吾尔族人被关押在这种设施中 维吾尔维权组织指责中国政府对许多维吾尔族人施以酷刑 强迫妇女堕胎并且绝育 给一些被拘留者提供糟糕的食物 并试图抹去他们独特的民族文化 包括强迫许多人谴责伊斯兰教 并且高呼共产党的口号 北京还使用广泛的监控技术来追踪维吾尔族人 但是灭绝种族的声明是罕见的 在法律上是棘手的 在政治上也是高度敏感的 美国官员过去试图避免发表此类声明 尤其是因为理论上国际法会迫使美国进行干预 虽然不一定是军事干预 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 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 因此美国倡导种族灭绝这样的标签贴上中国 可能会面临比平时更高的政治障碍 但是川普政府的确在贸易还有病毒大流行等问题上 对于中国感到越来越失望 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指控川普予以否认的一个说法是 总统告诉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赞同对维吾尔族人的待遇 但是川普总统如果要为了反驳这样的说法 有一个选项就是给中国的作为贴上种族灭绝的标签 国务院的发言人表示不确认也不否认正在讨论这样的种族灭绝标签 他说我们正在努力鼓励中华人民共和国停止在新疆的侵犯人权行为 并且不断评估各种措施 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也没有谈到具体的事项 但是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的暴行 包括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对少数民族的监禁 在上街政府还有许多其他世界领导人发表演讲和空洞言论时 川普总统已经采取大胆行动 而国土安全部的发言人则拒绝发表评论 种族清洗一次在国际法中则没有什么分量 但是美国官员有的时候会用它来代替种族灭绝 比如川普政府称缅甸大规模屠杀 还有大规模驱逐罗兴亚穆斯林是种族清洗 并且对一些被指控的肇事者提供制裁 国务院通过其全球刑事司法办公室 历来带头调查并且认定种族灭绝 在奥巴马时期他曾经宣布伊斯兰国恐怖组织 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对基督教徒 雅兹敌人还有其他群体实施了种族灭绝 尽管受到学者和活动人士的巨大压力 国务卿蓬佩奥一直不愿意宣布罗兴亚人的事件是种族灭绝 国务院官员表示蓬佩奥担心将对缅甸的种族灭绝指控 定义为种族灭绝标签 可能会导致缅甸政府加强对中国的拥抱 从而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 而政府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群体的支持 几乎与川普总统过去的反对伊斯兰教的言论 并且禁止穆斯林占多数国家公民进入美国的行政命令相悖 但是维吾尔族人的事件是在两个政治背景下格外有分量的 一个是川普要击退日益增长的中国全球力量 必须要国际支持 另外一个是作为川普政府促进全球宗教自由运动的一部分 这样的举措可以吸引到川普总统的福音派基督教支持者 川普政府已经对参加镇压的中共官员实施了经济和签证制裁 并将帮助中国迫害维吾尔族人的实体进入黑名单 今年早些时候美国立法者通过并由川普总统签署了一项法案 为其中的许多制裁铺平了道路 宣布种族灭绝罪或者是反人类罪 可以使得中国官员更容易被移交给负责调查 和惩治种族灭绝罪的国际法庭 有官员表示至少种族灭绝罪的标签实现在战略的一部分 根据联合国的说法 种族灭绝罪一般为解释涵盖意图全部或部分摧毁群体的行为 其中一个要素是包括群体内旨在防止生育的措施 目前还不知道美国官员在决定是否使用种族灭绝标签时 还在寻求什么样的数据指标和来源 即使他们要使用这个标签 除了制裁义务之外 美国还可以做什么来履行国际业务 这一点都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而再要为您带来的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长篇独家报道 其中介绍了关闭休斯顿领事馆背后的更多细节 文章说当助理国务卿史迪威告诉中国大使休斯顿领事馆必须在七十二小时内关闭时 他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撤走所有在美国的中国军事研究人员 七月二十一日对研究人员下达的命令 是川普政府几个月来对美国官员所描述的 由中国外交官协助收集美国大学尖端研究成果的情报收集活动 不断上升的结果 而此前这一点并没有报道 根据美国官员和在相关案件中提交的法庭文件 这些情报的来源是生物医学和人工智能领域的中国研究生研究人员 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向移民当局隐瞒了他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身份 现在调查还处在早期阶段 关于导致领事馆关闭的许多事件仍然是机密的 目前难以评估 但是美国官员表示研究人员和中国外交官之间的互动 促成了关闭领事馆的行动 美国怀疑的另外一个原因是 在白宫五月决定限制这类研究人员今后的签证后 中国外交官的某些行为方式实在怪异 当联邦调查局开始询问其中一些人员时 中国官员开始从美国提取研究人员回国 并且提供了官员所说的指示 这些指示对于单纯的学者是格外不寻常的 检察官表示 有一次被带到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研究人员 被告知要删除或者是重置所有的电子设备 因为他们将在机场接受美国官员的采访 在另外一起事件中 中国外交官误导了国务院 根据FBI的一份宣誓书 中国外交官在访问印第安那州时 向一名人工智能博士生提供了咨询建议 表示美国政府可能会因为他的军事背景而与他联系 而他在签证中没有披露这一点 川普政府一直在讨论可能关闭中国领事馆的问题 以应对一系列行为 包括他认为北京所指导的活动 以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方式 实现中国的军事和技术野心 而中国外交官则表示 其外交官从未从事与其身份不符的活动 中国否认美方有关于盗窃知识产权的指控 将冲突定性为政治冲突 现在中国在美国还剩下四个领事馆 还有在华盛顿的大使馆 司法部最近几周在联邦法院指控了四名中国研究人员签证欺诈 两个人选择不认罪 另外两个人还没有认罪 政府的证据还没有提交给被告的辩护律师 在这些案件中 研究人员几乎没有掩盖他们与中国官方的关系 特别是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关系 他们使用中国军事机构的电子邮件地址 或者是在简历上列出中国军事大学的工作 这些迹象表明 他们可能已经将他们的研究 视为美中长期学术交流体系的一部分 而现在美国针对外交官的努力将进一步扩展 下一步在美国的更多军事人员有可能面临驱逐或者是全面调查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全部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感谢观看 他生长期画的墨尔街调迹